好 医疗包 收音机 食物 丢 老婆 盒子 丢 女儿 食物 丢 狂毒面具 书本 手电筒 食物 丢 地图 挂锁 一瓶水 丢 食物 食物 骨头 丢 一瓶水 快 我要梦幻开局了 梦幻开局 枪不要了 枪不要了 一定要帅才能打仗 长得丑只能跪地板 跪 跪什么 帅为什么要打仗啊 你觉得蔡徐坤 陆寒那么帅 他能打仗吗 对不对 瞎搞 告诉你真正保护你的人 是谁 知道吗 看看我们找到了几瓶 三瓶水 四瓶食物罐头 三瓶水 四瓶食物罐头 谢谢 不错 爆炸前一秒 我们所有人都进入了避难所 太险了 我们在一起就能安然度过 听说摊罐头很有营养 有黑边吗 黑边 好像有人敲门了 我们看一下啊 谁敲门了 所有的问题暂且不提 我们的女儿今天很不错 希望她能保持这个状况 提米的情况良好 至少五分钟前还行 今天为止我们的老婆都没事 看一下 街道放射性的程度依然很高 现在去 地面有巨大的健康风险 让儿子去吧 我们刚要睡觉 有人来敲门 他们是如何在核弹中活下来的 我们应该开门吧 不开不开不开 万一是坏人怎么办 蓝明星当兵不敢 你不是说看不起蔡徐坤呢 因为蔡徐坤也是我的偶像 我怕他们跑不下来啊 不行啊 过了一会儿敲门 我们申请了不管门外是谁 我们不知道是谁 我们会弄清楚 当不了真当不了 我们派我们的儿子出去吧 派儿子出去 来来来 第四天 我相信大家这个在场的妹子啊 也有很多人当兵的 但是 蔡蔡跟露露 真的不适合 不适合 脱水脱水 我们的女儿一直不省人事 我们真的得给她们找点水喝 再过一天 第五天 我们来喝点水来 喝点水 垃圾桶变得很恶心 好消息是一看到它 我们就没什么胃口了 省了食物 然而由于某种原因 我们想整理一下 那些巨大的绿色蟑螂 就是我们整理的一个很大动机 来拍一下 那种女人可笑 那种女人 第六天 哪种女人呢 好险一窝发光的虫子 就够把我们逼入荒地 蟑螂是最糟糕的 更别说放射性的蟑螂 好吧 再过一天 我记得这个前两天 这个微博里面有一个 好像是真的是同性恋 说看我直播看了三四年了 才发现自己喜欢男人 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我说你那么喜欢我的话 把你家 把你家这个 所有东西都卖了吧 全部给我吧 他说原来你是这种男人 我不喜欢你了 我们今天所做的 将决定我们明天 因此现在就采取正确的行为 第七天 我们很长时间没洗澡了 可以用这个防毒面具洗个澡 洗一下吧 第八天 口可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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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毁不了你的东西 让你变得更强 如果能让我们活得更久一点 额够又算什么呢 只要确定有防毒面具就行了 防毒面具 真的能防毒吗 什么 什么身影是飞奔的马 我们冲到门口看到两个人 穿得像中世纪骑士回来的 我们辨认出声音的来源 一个人手里握着两块石头 不断敲击 另外一个人 边跳边假装自己是个骑士 他们说他们在寻找古董茶杯 但是迷路了 如果能把我们的地图给他们看一下 他们会很感激 前提是我们得有一张地图 给他们看一看吧 不是说好不准说出去的吗 所以说你们没有事情 不要跟我表白 爱我你会受伤 真的是 特别是男人 女人我不介意 女孩子我不介意 男人就算了 脱水脱水 我们找到了一罐食物罐头 喝点水吧 只有一瓶半水了 希望儿子能回来 听一下收音机 第十天 看儿子带回来什么 两瓶食物罐头 两瓶水 加上一把枪 加上一个 杀虫剂 儿子给力啊 只要儿子那么给力 我们一人吃一罐嘛 全家人 一人吃一点东西吧 再点个背包 再出去一下 我们点一下这个收音机 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军队 过来救我们 我们再点一下地图 等会让老婆去到这里 去搜一波物资 看能不能搜到 你感觉你家的狗都比我帅 是吗 真的吗 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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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知道政府没有垮掉 他们正在救我们 呃 那现在就等军队过来救吧 只要扛住就可以了 派我们的老婆出去搜索物资 老婆出去吧 第十二天 口渴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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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来喝点水 切点东西 奇米在外面的时候 它被一根铁丝 或其他生锈的金属划伤了手 但 它都没有提起此事 它的伤口看起来很严重 我们得想点办法 再过一天 第十三天 十三天 老婆如果出去被搞怎么办 你这个话很有深意 如果我要是 我这等我老婆睡着了之后 我要在她的十三上面 喷一点杀虫剂 她也不知道 她如果敢乱搞 那个男人就死定了 就堵死了 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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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任何疾病 或者伤害的最好药物 就是咬紧牙齿 忽略它 这是我们奶奶常经常说的 她现在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 25岁时被青蛙咬死了 烟吃一点嘛 咱们食物罐头还是蛮多的 我们确认马 但我们的女儿漏掉了一个东西 找到了一颗植物种子 需要一瓶水来 来种它 来种它 不种了不种了 植物不能种 这14天 还有很多东西来使用喝掉 马尼山闭嘴闪到 一种办法 再过一天吧 13是什么 13不是什么 没什么 颤抖一切都在颤抖 罐头到处滚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 发生是因为我们几个星期饭前 到了美味的葡萄酒引起的 似乎完全正常 我们得把一个东西收音机 手电筒 防毒面具 手电筒吧 手电筒可以救狗 看一下三个人的状态 这是容易送的一台挖掘机 牛逼也是容易 每个人都得喝水 我们的女儿也不例外 看一下状况 我们楼下好像有声音 楼下就不去了 不看了 给大家车个腐粮红包吧 腐粮红包车给大家 清一包腐粮 ok 脱水脱水脱水 今天必须要喝水 今天不喝水的话就活不下去了 喝点水 但是喝了水之后 我们只有两瓶水了 老婆又不回来 老婆出去已经一个星期了 一个星期怎么还不回来 这老婆不会出轨了吧 爸爸要不高兴了哟 今天一群医生来敲我们的门 来补充他们的急救包 该相信他们吗 他们穿着白大褂 不信不信滚蛋 第17天 老婆找回来两瓶水 还可以啊 老婆居然能找回两瓶水 那么接下来再派我们儿子出去 老婆儿子快病死了 这一次儿子出去呢 这个给我搜索物资 不管能不能搜到东西 如果能搜到东西 当然最好 如果搜不到的话 那这个儿子不要也罢 再派我们老婆出去接电话 原子弹有电话 第18天 儿子生病了 儿子生病了 再给我们老婆做一口食物吧 今天先不给老婆吃 因为我都 我都不吃了老婆吃什么 肯定不能给她吃 派儿子出去 儿子生病了 满脸的麻子 一位奸商背着脏兮兮袋子 这个不交易 不交易是一只猫 猫不要 呀 我没有为老婆吃东西了 老婆饿死了 没有事 老婆饿死了 我们就不能让我们儿子死掉 没有关系 都是可以卖的 都是可以卖的啊 没有事 只要我不死就行了 老婆死了再找嘛 一人吃一点喝一点吧 我有点害怕 带我们的儿子出去这个搜索物资 希望儿子能快点回来 我老婆死了之后女儿就变疯了 疯狂 今天上午我们打开地堡的门 让新鲜的辐射空气进来 发现门口有一小手提箱 不开不开 开这个没有用 第21天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不知道是谁留下的 如今我们谁也不信了 你猜怎么着 我们有了自己的防空花园 有一面墙上长了一堆蘑菇 够大可以吃了 今天不能吃 吃了蘑菇之后 这个肯定会中毒 中毒肯定会死 不能吃这个 口渴 口渴 虽然咱们这个很饿 但是不能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就比如说你饿到极限了 如果你面前有一头流粪 如果你们 你们会吃吗 对不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把流粪给它舔干净 因为流粪里面 它其实是很干净的 大多都是草 荒地总人充满惊喜 比如门外有一个人正在敲门 说他愿意给我们很不错的蛋药 OK 说不定还能在流粪里面找一坨肉丝 第23天 脱水 脆点 躯也可以嚼嘛 躯也是蛋白质 疯狂 疲倦 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 如果饿得不行了 我连死我都吃 我不管 我不能死 我不想死 该死的防毒面具毫无用处 戴上反而会增加吸入可怕气体的几率 我们可以用这本书来修好这个防毒面具 第25天 饥饿 提米可以像特工一样潜伏 但不足以躲避避难所附近的掠夺者 我们的儿子也死了 老婆死了 儿子也死了 只有女儿了 怎么办呢 感觉活不下来好像 没有关系 再派我们女儿出去 浪一波 说不定我们女儿能让我们活下来 没有关系 第26天 派女儿出去吧 我要吃嘛 口渴饥 没关系 明天再吃喝 来 女儿出门了 希望女儿能 这个 安全的归来 这样的话我只能活下来 我一个人吃那么多食物跟水应该是够了 说不定我能活下来呢 不着急 儿子死了就死了嘛 无所谓 饥饿 结局才是最完美的开始 避难所里面无聊的要死 无聊会把你引至黑暗的地方 相信我们 泰德的肚子正在咕咕叫 封了吧 到处都是蜘蛛 用书本拍死蜘蛛 这样的话或许还有一些物资 第29天 我们找到了一瓶水 再过一天 凉不了的 诶 我们女儿回来了 精神错乱饥饿 看女儿给我们带回来什么 女儿带回来一瓶食物罐头 两瓶水 OK 女儿把我们的斧头丢掉了 把斧头弄掉了 你疯了吧 我疼痛了 那我们怎么活呀 如果有土匪的话 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在门口发现了纸条 真的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惊讶 没有署名 但上面写着写纸条的人 观察了我们一阵子 我们让女儿出去看一下 如果有猫的话 咱们救一下猫 因为猫可以让女儿这个解除 这个疯狂的状态 饥荒脱水 我喝水 女儿吃肉 就不能出去了 因为家里没有大人的话 游戏直接 直接game over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不出 不出门了 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处强盗 扑洪区 棚扑洪区�的废墟 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把它撕碎了 在瓦瑟中找到了一只猫 猫 猫把它救回来 把猫救回来 有了猫之后 我们女儿就不疯了 这样我们女儿就不会死 杀里克夫 杀里克夫 这样就比较稳了 我们在一人吃点东西 我们在避难所前到夜湖 在一面被毁掉的墙上 发现了一幅仓促绘制的地图 有人画了一条路线 在末端标记了一个地方 也许那个地方藏着一些物资 让女儿去看一下 让女儿过去看一眼 看有没有物资 说不定有东西呢 对吧 饥饿饥饿 幸运的发现 我们找到了一瓶食物罐头 我错 好 现在船票9万票了 等会儿这个11点整开船 评分24000元的奖品 200多人 260多人中奖吧 等会儿开始这个结账 垃圾桶里面全是空罐头 夜湖也溢了出来 吸引着奇怪可疑发光的野生大昆虫 蟑螂 开始 杀里克夫 34天 口渴 饥饿 疲倦 这次我们躲过了一颗子弹 这颗子弹很大 有毛 有八条腿和一个发光的头 希望不再遇到它们 我们的玛丽针只能分到一点点的食物 玛丽针真的需要休息了 荒地的状况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未知的 也许我们应该冒险出去 毕竟你只能活一次 哎 派我们女儿去荒地再试一试 说不定我们的女儿能给力一把 再给我带点东西回来 就算她回不来 我也没关系 无所谓 这个女儿我不要了 我怎么变绿了 脱水 生病 饥饿 没有关系 变绿了 我就医疗包 给我自己奶一口 然后再派我们的女儿出门 给我们打野去 做够了 是时候去外面搜索物资了 让女儿出门 第36天 饥饿疲倦 玛丽珍出去了 希望她尽快回来 太得饿了 沙里克夫当然可以照顾好自己 但是我们不禁思考 她自力更生的能力 真要有那么强吗 我们在她的项圈上 发现了地址 更加巧合了 我们就不看她项圈的地址了 这个东西不能看 第37天 饥饿疲倦 这只猫现在是属于我们了 它是我们最亲爱的新朋友 对我们在这个地坊里面来说非常重要 昨天我们成功地让它 当了整整十秒钟的枕头 之后它几乎要把我们的眼睛挠瞎了 我们现在需要医疗用品 可以用这个杀虫剂来做个医疗用品 来吧 第38天 口渴饥饿疲倦 来吃一口喝一口 现在不是为了未来制定计划的最佳时机和地点 但是我们忍不住会思考如何应对当前可怕的情况 我们的房子还没有倒霸 或者我们会搬去某个被遗弃的洞里吗 比如多伦多 再过一天 第39天 饥饿 即使在多伦多我们也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到一条船去那里 我们听说这里是前往欧洲的最佳方式 40天了 我活了40天 老婆死在我的旁边 哎呀 我的女儿给力呀 我的女儿 你是我亲女儿 女儿带回来一瓶食物罐头 两瓶水架上一个收音机 我了 这把我了 必活 必活必活 我要好好照顾好我女儿 不用出门了 这下不用出门了 兄妹俩今天拜访了我们 他们说 他们正在小镇找一个能做营地的地方 来点一下地图 这把闭营 第41天 头可饥饿 疲倦 一宝的墙上不仅让老鼠轻松穿过 就连猫也不是问题 我们注意到沙里克福每隔一天就要溜出去一次 早上才回来 不跟他出去吧 跟他出去或许会出事啊 第42天 这个肥猫 脱水 喝点水吧 再给女儿吃点东西 女儿还是要好好照顾 我们玩了一个游戏 做出列出你最讨厌的东西 出于某种原因 我们邻居的名字一直出现在榜单上 这提醒了我们 那只老狐狸的客厅 有只保险柜 我们很好奇那只老狐狸 邻居 保险柜有什么 派我们的女儿出去看一下 老狐狸 我们的女儿好像生病了 没有关系 找到了一个纸牌 找到了纸牌 饥饿饥饿 来咽着点东西 女儿生病了 咱们不能给他治啊 万一我生病了 那我不是治不了吗 对吧 女儿死了 没有事 只要这个我能活下来 一切都好说 一位科学家 大概是科学家吧 来到我们的家门口 含着沙里科夫博士 你在吗 这科学家是个坑 他要把我害死 害死要霸占我的避难所 他的任务 我一个都不能做 他要什么都不能给 如果给了就完蛋了 那这个科学家 就会把我们赶出去 把我们骗了 这是个骗子 每个人都得喝水 我们的女儿也不例外 女儿要喝水 不给你喝 就不给你喝 点一下地图 再派我们女儿 再出去一次 我们女儿很给力 第46天 脱水脱水 来依然喝点水 给我们女儿 喝一点断头水 然后再点一下地图 让女儿去这个 辫子后面这个地方 派女儿出门 搜索物资 好 这样我就很稳 我就很安全 第47天 我们的女儿出门了 希望她尽快回来 这只猫短暂的消失了 回来的时候 项圈有个纸条 是那位科学家 他说背好几个戴帽子 和墨镜怪人跟踪 需要躲一阵子 不管 再过一天 第48天 泰德说不用担心她 她没事 下到避难所 我们没有带任何的剃须刀 现在某人看起来像北美野人 剃须刀 不刮吧 大胡子帅啊 身为男人 胡子越长 那就是长得越帅 我们总是远离赌博 有人跟我们要 有一个赌徒跟我们赌博 要求我们玩赌局 提出两瓶水 赌一把 不赌怎么能赢呢 对不对 赌博这东西 越赌就越赚呢 第50天 哎呀 很明显 我赢了 8瓶水 8瓶水加上 4.75的罐头 就等于5瓶罐头吧 喝点水吃点东西 博士找到我们 他要4瓶食物罐头 滚蛋 滚蛋这个骗子 不能相信他 老子不干 第51天 饥饿疲倦 马力真本来几天就应该回来的 结果现在不回来了 嗯 难道 我的马力真 出事了吗 女儿没了 在这里 能安全 比在外面被炸的粉碎好 再过一天吧 女儿没了又 难受呀 第52天 疲倦 希望能快点离开这里 泰德没什么变化 没什么麻烦 还是老样子 来分配物资 外面听起来超安静 可能安全 可能不安全 只有出去才知道 这几天又有人来敲门 要跟我们赌博 赌两个汤罐头 哎呀 不赌怎么能赢呢 赌 接着赢啊 我赌气很好的 谁能赢我呀 对不对 哎呀 不好意思 我又赢了 又赢了两个汤罐头 哎呀 赌博真爽 一直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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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一天 第54天 疯狂疲倦 出去狩猎听起来太冒险了 万一他们不是普通的动物 而是变异的蜘蛛 变异师呢 呃 我疯了 我得想办法这个解除一下疯狂的状态 疯狂的科学家又来拜访我们了 需要四瓶食物 啊 这个不用理他 没有关系啊 我们应该能活下来 我们活到了55天了 嗯 这个天树有点烦人 疯狂疲倦 博士让我们有些不耐烦了 确实我们保证会帮他找一些补给 但是真的很难把自己的补给拱手让人 我们继续回想到过去做小事情 哎 直接过一天吧 一直赌一直爽 一直赌一直爽啊 第56天 口渴 疯狂疲倦 口渴的话 做一口水喝吧 做一口水喝 我们真的很怀念 Terry叔叔 他曾经给我们讲关于海龟 大象和巫师的奇妙故事 看一下书本 说不定这份回忆 能够这个把我的疯狂状态治好 第57天 好吧 还是没有治好 疯狂 我得想想办法解除这个疯狂的状态啊 我们从来没见过跳舞的蟑螂 用书本拍死 蟑螂 第58天 好险一窝发光的虫子就够把我们逼入荒地 蟑螂是最糟糕的 更别说放射心的蟑螂呀 泰德似乎没事 虽然整个世界变得不值得留恋 从枪声和尖叫声来看 像一群暴徒控制了整个地区 暴徒 这个博士怎么还找我 这个博士 人死了物资没用完 卧槽 物资这用的用不完好吗 喝点水 一定要治好这个病 如果这个时候煎饼能来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 饥饿 又被人敲门了 我们的朋友回来了 他需要帮助 兄妹俩很高兴 营地建成了巨大的蟑螂巢穴 用枪 用枪赶一赶这些蟑螂 第61天 我们的枪没有坏掉 很棒 我们给了朋友们所需要的 以摆脱讨厌的室友蟑螂走了 他们的巢穴被毁了 他们得寻找新家 希望他们会在土匪营地定居 而不是打扰我们的朋友 这样的荒地良民 一群掠夺舍在我们家门口要求 让他们进来这可不是R系 要么屈服 要么反击 用枪把他们赶走 土匪来了 完了 枪断了 土匪要再来的话 那我就死定了 那我就活不下来了 不要来 土匪不要来 在这个狭小的避烂所里面 每一种味道都很刺鼻 而且我们能闻到 墙上掉下一块砖 露出一个缺口时 我们立即被一股恶臭 熏得脑人都疼 我们检查那个缺口 看看是不是臭味的源头 不检查 臭味的源头 这不把我臭死了吗 那我不死定了 那不行 第63天 疯狂疲倦 我们决定无视那个洞 臭味以及因此可能要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们已经冒了很多选了 我们感到有点不舒服 后来听到洞里面有几个东西在爬 几个小时之后臭味没了 今天一个要貌古怪的男子 拜访我们 他说他以前是个商人 子弹 换这个收音机 防毒面具换地图 换地图吧 地图也没有用了 来个防毒面具吧 谢谢肥仔 储仙子送的一台挖掘机 牛逼也谢谢 非常感谢 第64天 要地图干嘛呢 这个奇怪的人想说服我们 买他的油炸蟑螂串 上面还抹了奇怪的酱料 看起来真的是 真的是很恶心 油炸蟑螂串 蟑螂能吃吗 一群掠夺者 哎呀 他掠夺者又来了 来 锁门 第65天 快来救我 我精神错乱了 这次我们击败了那些土匪 但谁也不能保证 他们不会再回来 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准备 我们认为一个小小的挂索 应该撑不了太久 但结果他足以用来阻止未知的攻击者 起初 这些攻击者信心满满 认为能够成功闯入 可是最后不得不放弃 离开了 吃一点喝一点吧 如果再不过来救我的话 我死定了 65天了 66天 66 精神错乱 哎 可以把枪修好 没修过 操 顶过了 我是 可以再顶一波土匪啊 完了 本来可以赢的 这下凉了 手点快了 如果修好枪的话 土匪再来一次 我也能顶住啊 这样的话 那个军队 或者这个兄妹俩 这很快就会过来救我出去 一群暴徒 在锤我们的门 命令我们投降 要求我们交出所有物资 如果上一把修了枪 就没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原以为这些土匪会把我们全部杀死 他们抓住了泰德 用枪抵着他走了 坚持了68天 哇 这个失误 失得有点夸张啊 哎呀 好吧 我凉了 嗯